午安我是熊威 欢迎收看百科午报 全球第四家大马首家 符合伊斯兰教育的航空公司 萨亚尼航空 在昨天获得大马米航局 半发的航空服务执照 和航空营运许可证后 在这个星期日将起航首飞 从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 飞往福德交移 这家全民服务航空 将经营国内五个地点的航线 即吉隆坡 福德交移 哥达巴鲁 古晋 和亚币 萨亚尼航空旗下拥有 从马航收购的两架波音737飞机 每架飞机可容纳至少85人 而所有的机组人员皆为穆斯林 机上也只提供清真餐饮 并在每次起飞前都会送金 换个焦点 内容递送网络服务的 全球领导厂商Akamai 近日公布了全球网络报告 报告显示 大马人或许是 最全球化互联的果人之一 但网速水平仍未达到需求 报告指出 多达87%的大马人 使用视频串组服务 但目前的网速 未能达到视频串流的理想水平 报告也指出 大马的平均网速 排慢过泰国和斯里兰卡 仅仅超越越南 根据报告 大马的平均网速 为每秒4.9MB 在全球排名第7-3位 这网速似乎慢过泰国一倍 圣诞节将至 英国移民年仅5岁的男孩芬妮 近日写信向圣诞老人许下愿望 希望可以收到一辆滑板车 但收件人竟然不是自己 而是远在叙利亚的难民儿童 芬妮的母亲看着直嫩的自己 差点以为自己看作 起初她不能理解 为何一个5岁小孩 舍得把礼物让给别人 当她脑性给丈夫看时 满脸都是泪痕 她还说 芬妮还曾跟同学讨论 可否让叙利亚小朋友 加入他们上课 芬妮的父母 为了让她如愿以偿 两人在网上捐钱 然后将她的礼物 捐给行动援助剧院中心 芬妮的母亲认为 如果您一名5岁小孩 都愿意为叙利亚 有需要的人 付出自己的圣诞礼物 但人们更加可以 请一请 想一想 新闻到此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